因为每次问同学说 智慧描述是什么 他都不太告诉我 可是你从这个地方 约不约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时间叫做2020年1月之前 它是不是趋势是上升的 而且人数的一个变化之间的变化 它是这样慢慢的去上升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2010年1月之后 它就慢慢开始下降 甚至到了最近 最近它有急速向下的趋势 好 不想要各位感受得到 它的一个速度吗 那我们现在希望资料 也是会呈现 去告诉我们这些资讯 对不对 对吧 其实我要告诉你 我真的要告诉你 你现在再不去好好的学这些东西 以后你的老板 他就直接跟电脑讲 那个我们就叫小A还是小I 随便你叫什么 好 他说我要台湾99年到111年 人口数小记 各月的一个统计图 他就直接你这样子讲给他听 他就画出来了 然后你可能再继续问他说 有什么现象吗 他就直接做智慧描述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觉得这种时代 根本不用想象 我也不是在讲新闻 或天方夜谈 这样了解吗 这个真的都已经都已经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好我们现在去看点这个 点这个 空白的地方 然后插入 智慧描述 好 我 我希望这个字稍微大一点 所以点到这里面 Ctrl加A 然后把字改成Area 然后做大一点 例如说18号 他说 人口数小记的总和在 2021年8月 8月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 他说从大概2021年 2021年8月 8月在 大概在这个地方 8月 8月 好 有看到吗 他是说这个点 这个点 好 有开始下降的趋势 减少了1.1个百分点 就是100个人少了一个人 好 人口数小记的总和在 2021年8月到 这个期间 2022年8月的下降的幅度 好 从多少下降到多少 好 这是他觉得 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一定会说 那奇怪了 这边的上升 为什么都不讲 因为这边的上升的幅度 跟这边下降的幅度 哪边比较大 下降 所以他把那个最具有特性 特殊性的现象描述出来 可以了解吗 这边确实下降比较多 你要会看哦 因为等一下我是要请你去看 六都或2022的现世 这样了解吗 这边的下降比较多了